老师呢 您进到我们任务 进到这个任务里面的 这个测验提醒 您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几个 我们在OneNote里面常用的 那下面这个呢 下面这个是属于 因为OneNote呢 它有免费账号 也有所谓的付费账号 但是其实说真的 它现在没有收费机制 那你就知道 所谓的没有收费机制就是 我要交钱给大家 它也不收啊 因为我用很多啊 所以呢 如果老师您真的 我想要用它所谓的Pro的功能 您就按这里就好 你就请它帮你升级就好 因为它其实 你按这个 不会跑到那个付费地方 就只有这样了 有没有 就这样 所以它 没有办法 从这边收到钱 大部分老师也不想花钱 可是对我来讲 它是很重要的 因为 我会跑来跑去的 所以我就需要像这样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功能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里面有几种 大家比较 常用的 首先第一个叫练习题 什么叫练习题 有点像 补救教学 同学可以练习N字 练习到回答到您指定的标准为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像这个 您进来之后 我不能用我的 因为我的已经测验过 所以我要用老师的 我用这个 我刚刚有一个 访客的账号 好 对了 老师如果你想看一下 大家的统计情形 我有开放 这里有没有一个进度 您也可以看到 刚刚我 给老师看到 有没有 这个资讯 你只要按一下 那个进度 都一样可以看到 好 这里我打开 按一下 一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问 就有一个 好 单元说明 我这边的 回答条件是要百分之二都答对了 那我按了解 好 就开始测验了 你们家里面应该都有看过这些 对不对 好 看是哪一个 也有看过这一种 有没有 比较潮湿的地方不是有这个吗 对不对 看是哪一个 这个更不用讲 一定看过 好 如果回答完了总共三题而已 上面这里是不是有个叫提交结果 你就按下去 好 那万一如果答错了 比如说我现在按下去提交 好 答错就说未答标准吗 他可以继续回答 这样你了解吗 嗯 这是第一种叫练习题 所以练习题 蛮容易的 那么我们在OneNote这边呢 你看我把它重新整 这个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他就有你自己的进度 好 这是未答标准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那你可以从这边按第二题 也可以从OneNote里面这里 按一下 也没有都看到同一个 任务里面的资讯 好 第二题 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 到底是农历还是国历 开始测验 您觉得是农历还是国历 一样 没关系 不用 念出来 好 就把它提交 好 那就这个就是 一次性的 好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 好 哎不是 哎 这个好像也是 练习题 这也是练习题 反正答错了可以再答一次 那再来这一题呢 哎 这一题 有没有 哪一个味道 不是舌头上 可以感受到的 不是哦 不是哦 所以 你看 酸苦甘辛甜 鲜 辣 是哪一个 你就填好了 一样提交 但是这一题就是属于 一次性的回答 就只有一次机会的 好 这种一般就是我们的 这个 那另外还有一种 是什么 还有一种 这种 像这个也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哎 老师 平常在看YouTube的时候 或者我们刚云端硬碟 有没有看过这个 有没有 这不是都有这个数字吗 他代表的是画质 数字越高是画质越好 所以我不考这个 我要考的是 这个数字代表 到底是影片的宽度 还是影片高度 还是你觉得另有引擎 所以您可以试看看 那这两 这几个题型 大致上看起来都还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比较特殊的 这个 塗鸦题 有没有有些老师 因为用选择题 是有时候会有拆的成分 但是 如果 用这样子要拆就比较难 比如说我们常听过 胃溃疯痒里面是幽门感菌 那 胃 有入口有出口 哪一个是幽门 你就用这支笔 你进来这边就有这个笔 看是这里 还是这里 你就把它画起来 错了 橡皮刹在这边 喜欢不一样颜色 自己挑 如果回答完了 按这里 就可以送出 所以塗鸦题也是弯弄的特色 另外一个 很特殊的 我们在下面 影片 也就是说 现在 同学也喜欢看影片 老师上课 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给同学看影片 那 你如果说 我还要记得 自己要记得 播到哪边要停 那是不是很累 所以呢我这里有讲 我的题目会在 3分14秒出现 所以呢我就来按 我了解 开始 我就先跳到 3分左右 好到这边 你看 当我播到3分14秒的时候 好差不多要到了 有没有跳出来了 他一定要回答 这样了解吗 这样会很过分吗 不会嘛 但是老师你一个影片里面可以出几题 老师一个影片你想要出几题 随便你啦 但是出超过3题以上同学会抗议喔 他会说老师我可以比较安静的看下去吗 但是这样有个好处因为 他 假设我们是在自己 在家 自己学习也好 或在电脑教室 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嘛 你就不用管说那个同学到底看到没有那个没有看到 那边 反正他看到哪就自动跳出来 这样是不是也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不小心答错了 他就告诉你 再试看看 OK 所以老师呢 你可以先试看看我们刚 提到的这几题 很特殊的 跟一般可能大家平常的车炎房子不一样 那刚刚提到这一题 我刚讲是pro的 也就是说他有绞交作业的功能 那这个地方是跟我们的 云端令碟做接的 云端令碟 也就是说呢 你按上传之后 它是直接传到你的云端令碟里面去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做批阅 但是因为今天老师不是pro帐号 这个我就不讲 所以麻烦老师先试看看 这些提琴 好不好 就到1到6 就1到6 我把它还给老师 对不起